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波水浦是一个水族聚居的村寨 1901年邓恩明就出生在这个山村里 我们邓家世代都是以行医卖药为生 所以搬到县城过后 每当乡下有病人求医的时候 他的父亲也会带着他到乡下去给老百姓去看病 我的曾祖父是备受当地老百姓的尊敬的 我的曾祖母也就是登明的母亲黄老秀 就以磨豆腐脉来补贴这个家用 那么小时候的伯公登明 早上他就早早地就起来帮助自己的母亲磨豆腐 那么母亲也常常用这个豆腐理论来教导我的伯公 做人一定要像做豆腐一样 清清白白 踏踏实实 邓恩明故居门前有一棵五百年树林的大榕树 邓恩明四岁时他们举家迁到了这里 看到了民间疾苦和社会不公的少年邓恩明 萌生了改变这个世界的志向 十六岁那年他离开利波 去山东投奔自己的伯父 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投身革命的十几年间 一封封家书从山东翻越千山万水到利波 寄托着邓恩明最割舍不下的亲情 父亲大人 不写信又三个月了 知双亲一定挂念 但儿又何尝不惦念双亲呢 儿一向很好 想双亲及祖母 均安康如常 儿生性与人不同 最憎恨的是名与吏 故有父双亲之期望 但所至极如此 亦无可如何 在山东参加革命期间 邓恩明曾三次被捕 第二次被捕期间 邓恩明的老父亲放心不下 还曾不远万里去山东 看望了自己的儿子 谁也没曾想 这竟是父子俩见的最后一面 第三次被捕呢 由于叛徒的出卖 所以呢他就被捕了 被捕过后呢 他在狱中 他就组织了党组织的力量 组织了两次绝食 那么在1929年4月的时候 他就组织了第一次月狱 到了七月份的时候 他们又组织了第二次月狱 有六个人得以脱险 但是我的博公 因为在狱中 遭受了这个残酷的折磨 加上他自己呢 身体又有重病 并没有脱险 1931年清明节 一阵刺耳的枪声后 年仅三十岁的邓恩明 倒在了血泊之中 为党的事业 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家乡人民从来没有忘记过 自己的英雄 在力波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到处都可以看到 邓恩明的名字 2018年 贵州前南民族师范学院的师生们 自编自导自演了 大型原创歌剧 邓恩明 纪念这位英烈 我觉得这个剧作 是让大家铭记一辈子的 一个非常有温度的一个作品 它让我们所有的老师和学生 用红色打下了信仰的 这样一个底色 我们做不了革命先烈 那么轰轰烈烈伟大的事迹 但是我们把它放到 我们的个人的工作岗位上 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 把这种革命精神传承下来 我就有意识地 会把邓恩明的这个精神 传承给我的学生 让这些零言后 就是清晰地认识到 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把邓恩明精神 能贯穿落实到 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当中 邓恩明是我们水族的骄傲 他是我们的英雄 王船 王船